他想着他开心的时候 他不是想着有些人在等巴士等得很惨的 很多人在等巴士的 他的心态是以他自己为例的 于是我打电话去巴士公司 但打完也是这样 我说我想他们的supervisor要那个人交上 因为我说明巴士号码 我要巴士的司机向巴士公司去回覆 为什么他的车是这样的 不是分开去的 但是他会不会做 我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他说是没有用的 但我会继续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 并且这个是将我们的钱 就是那些巴士费和纳税的钱 让那些人坐在那里 自己享受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不是为了服务的人 这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出声的时候 我们应该出声的地方 但这也不是我最主要的讯息 最主要的讯息就是 这个世界的人不是想自己的 就是我们几个例子 我刚才说到他做了一些笋干出来 吃了它有什么意思呢 或者那些病死的猪 真子没有的不用看 病死的猪 那些猪可能有瘟疫的 可能有病的 一打那些抗生素的时候 就是说你吃猪肉的时候 你吃了那些抗生素 那些是什么抗生素都不知道 最近毒奶粉的时候 我都没有去找那些 我想大家都听了很多 说有多少小孩 突然间腎就失去了 那时候他一生人都可能受影响 有些人甚至死了 那你想想那些人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为了他那个数目高一点 就是说他含有很多蛋白质 就是为了欺骗那个试试 但是他没有想到别人的后果 就是那种这样的无良心 就是没有一种自私的心 或者那个人开车 咦 后面有东西 真的会感觉到的 开车是会感觉到的 试试看 试试看 试试看过不过 他出不出到 可能他出不到 那再摸一下看看 再摸一下 摸了五次 他因为有一个摄影机在那里 就能拍到的 摸了五次 摸了五次 他还未死 但是差不多死了 最可怜的是 有三个人走过 两个走路 一个踩单车 走过 你的车在那里 那个人摸死了 是你的事 立刻要报警 那就走了 因为他觉得不关他自己的事 跟自己没关 如果摸死了 是他父母 他的太太和丈夫 我相信他立刻有不同的反应 但我和那个人都不懂 或者我都见过他 不过我都没有拉家 死了便死了 这种心态在这个世界上 是很多很多 现在唯一是钱 我也见过一些人 他说他在大陆娶了一个太太 他现在很烦 因为他太太和他分整离婚 就把两屋分了一半 他于是房子都会没了 我知道有这些事 也有些人是很职业化的 因为他知道他用这个方法 他可以拿到一笔钱 于是他就会上网 摆出多少 我又怎样好 怎样好 那些人和他结婚 结婚之后 他又为了想拿那些人的钱 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很多很多人 是一种很自私的心态 但我们听到之后 我们怎样做呢 我就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有这种生命的外面 在这个章子里 我写了三类的果子 一类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你亲人神有的果子 《加勒泰书5章22节》 待会你们去念这个经文 《圣灵所结的果子》 在中文第二那里 《加勒泰书5章22到23节》 一起读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神 均荣折制 只要亦是没有律法禁止 这种是第一种果子 就是神的生命 与神同在 会产生这些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 神产生生生命上的果子的改变 第二种果子 就是水唇的果子 《希伯来书13章12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圣灵所结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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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的 很关心你 我坐在那里陪着你 但你没有帮他的时候 你只是嘴唇 但当然我们赞美神是好的 这些会改变我们的 而第三就是 《侍奉神的果子》 《黎大的畢战经》 《圣灵所结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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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章 真是真是 好行为的 即是 成就我这个work 即是 侍奉神的果子 普罗这里讲到什么 他说 我寧寧尽生世与棋不在 因为这事好得无比 他说 我寧寧离开世界 不过我在世上的时候 为你们更是要紧 所以他就 正在两难之间 但他说我在肉身之中能够承传这个侍奉神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但最后他也是选择留在世上去祝福周围的人 就是结出这个行为上的果子 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第兄们 我不愿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以往你们拿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识的果子 这个也是行为上的果子 帮他们祝福他们做 在这样的世代我们有什么果子呢 我告诉你们 你的爱心、关心、真诚帮助人 是会对人有很大的影响 是会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是会有人会说 你真是有爱心、你有关心、有关心 你会听你所说的耶稣 我自己曾经帮过很多人 我只是鼓励你作为榜样 我还要再做多些 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够了 但我真是努力去帮助人 无论那个人和我有没有关系 那个人我懂不懂的 或者这个人是不是信耶稣也好 当我见到他需要的时候 我也是会帮的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里面有这种圣灵 就是这个圣灵给我的怜悯的心 那你有没有这个心呢 见到一个人这么惨 见到一个同学没有人理 见到一个人孤单 见到一个身来的人没有人理 你会不会说 我真的要关心他 就是心里面生出这种怜悯出来 当你有怜悯的时候 你就去做了 你就去帮他 关心他的时候 冲破这个世界的思想 就是说 什么都要有权利 为了自己的 什么都要害怕别人怎么说我 就是你要不要巨派有勇敢 比如有一个同学被人欺负 那你如果去告发那些人 可能你会被人打的 但是你说 神给我的智慧 怎样去做法 能够去保护那些人呢 怎样去做法 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 有这种爱心去关心 你可以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关心那个被人欺负 因为你会怕 可能你又怕了 人家不知有什么不灵动机 或者人家又会笑我 或者人家又拒绝我 就是我们有很多借口 我们不帮人有很多借口 或者我们的父母 我们没有关心他 我们的行为没有关心他的时候 将来他去不了天堂的时候 他经常都不喜欢我 信耶稣 我怎样可以影响他 但是你的爱心可以影响他 中国人的善良的质素就是那种常情 你能够将这种常情 应用在不仅是你的朋友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 找一些朋友 有些人在教堂上 找一些朋友的人对我好 而不是我可以对人 怎样好 我怎样去影响人 我想大家想想 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完这种例子 是否只是说 我见到很坏 很多人很坏 你真的会说 神是你帮我 当你真的关心人 神一定会使用你的 一定会有人对你有回应 我发觉我时常都见到 有些人对我有回应 因为我就是 见到人 我就会关心 但是依然这个世代 你关心他 可能他都不相信耶稣 但我都会继续去做 那待会在小祖的时候 大家分享 去想一下 你怎样可以冲破这种思想 和自私 很多人都是自私的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有钱 因为怕就没有钱 神会帮我们 神会供给我们 你能不能够学习 去帮人 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金钱 去做一些 在别人身上的好事 我求主帮助你 你见到周围的人 怎样自私 顾自己的 求主帮你 能够胜过这一切 你能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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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学习